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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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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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把你们的生活就保持在连三千块钱的蜜月旅行都拿不出钱来 这个其实就不是在说虚不虚荣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就已经生活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你还能够我就挺好 可以吗 可以 特别可以 那他不要是觉得不可以的话 你们两个是两口子 你到底是爱护你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你还是更爱他 我觉得他是感受你没那么爱他 所以他当时能够不要那些世俗的东西来跟你进入婚姻的那样的一种决绝 那样的一种对你的信任被辜负了 所以他才不愿意或者不敢跟你再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 如果你的那个孩子说 我想去迪士尼玩 我想学钢琴 我想去溜冰 请问你说 我觉得就在家里边看着太阳 然后坐着手指头 唱着歌都挺好 你好意思吗 所以一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做什么样的改变 我真的认为取决于他有没有多爱 我特别记得我在我十三岁的时候 我们家住六楼没有电梯 我们家煤气罐没有煤气了 我自己扛着煤气下楼换了煤气罐 我都想象不到我是怎么给他弄到楼上去的 但是我当时就想我弄了我妈回来就不会费力气 我爸回来就不用再去换煤气 他们就能够省心一些 他们就能省力气一些 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小伙子和这个姑娘 我觉得孩子的事确实可以放一放 你们有那么相爱吗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